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次拍摄秋娘娘 我们在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拍 就是基隆国共同的地方拍 其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地方就是 其实我们的卧床 在新加坡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景色了 因为真的是一个地方 干嘛哟 国会大哥在那边可控剧本 因为他的台词超多的 所以来的 对 我们发现一个新的方式就是 把剧本冲水烧啊 冲水扣下去 明天就这么多的东西 对 好了 等一下啊 我就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看现在这样的屋顶 全部都是末制的 随时可以着火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小心 而且这个感觉真的是很好 因为坦白说 我本身喜欢这种比较旧的东西 可是这个是真的是 超无从我的预料之外 还有一点够了 如果是西加坡的话 这间物资金很贵 可以超大 这个是 在这里面是我的货床 所以就是可以放很多 我是一个大人国立马 所以收集很多这些 砸青砸巴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拍摄了一个着火的戏 就是 我放了一些想要练椒啊 什么东西的 这张椅子就上坏了 那这个是 然后呢 调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帅的 师傅 新颜 在那边 relax啊 好 好 所谓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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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在着光 所谓感冒 想吃一条 真的我没有话 我还需要说吗 有一个特点就是 一个很特别的 那就是我的移民班女公司 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 所以 就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要上身手的时候 我必须叫 方向 可怜喔 塞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